下雨天,你拿用一个桶子去接 那这个天上不会掉下泥巴了,对不对? 但是那个桶子,你接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说 有那个土,那个就是微尘 好,那这一个变成水的 或者是变成泥巴的 或者我刚刚讲的这一个火 或者是它本身的动性,地水火轰 那我们其实,它是我们生命构成的一个最主要的基本的要素 所以这些基本的要素 其实它在我们的内心,各位想想看 人红喜事,叫怎么样?精神爽 你如果连续两三天,一个连凑凑的,我告诉你 连你的孙子也知道,你连凑凑的,对不对? 它就会避开你 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本身 其实你有怎么样的心 然后你的整个圆形极致,整个气色都完全跟它相应 那我们了解这些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些微尘它是一直的掉 然后一直的掉,我们那个水,你要让它清澈,不可能 但是事实上,我们仔细的看 这个水也可以清澈,为什么? 因为这些微尘,它会沉淀,对不对? 那它沉淀了,会不会影响这个水的清洁度?不会,对不对? 你看,山泉水,有没有渣滋?有 但是我们可以喝,对不对?好 那我们日常生活,有没有很多的烦恼? 烦恼到你的心,问题是,为什么不沉淀? 我们的烦恼好多啊,然后你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刚刚我说,等一下大家去吃这些,那个上午茶 是吃烦恼,有没有? 为什么讲说吃烦恼? 吃本身就是烦恼,你想想看 东西,要饱不? 要喝不? 烦恥了,对不对? 所以像我,我都不想去吃,为什么? 免得烦恼,为什么? 等一下我吃了以后,要考虑到等一下,要去跑步 又要去怎么样,捡回,对不对? 好,其实我们每个人,你呢? 当下你所做的,不管愉快不愉快, 其实他本身,他的本质都是烦恼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烦恼,会不会影响你的人生? 如果你的烦恼会影响你的人生,那这个就叫做不修行 如果你的烦恼不影响你的人生,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你的修行忍辱的功夫达到无声华人 也就是说,这些烦恼的事,这些顺心不顺心的事 你要把它看得很轻,因为反所有相,皆是希望 所以你很清楚的了解,你不会被他骗走 我们不会一直烦恼,然后在那里又产生烦恼,对不对? 你看,我刚刚讲了,境界为言,然后长六出,对不对? 一念无名,深山戏,境界为言,就长六出 你只要有一个境界,在你的心中 他就马上就跑出六个烦恼出来 然后六个烦恼,根本烦恼跑出来了 然后呢,又随烦恼又跑出来 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烦恼 那我们今天在休闲的过程 就是你了知这些烦恼,其实跟水一样 它的杂质,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让它沉淀 那我们的心,你也可以让它沉淀 对不对?我们的心如何沉淀 很多人修行说,哎呀,我放下就好了 好,那怎么放下?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聊天 我放下 因为当年他也是读四大毕业 但是他是中文研究所 然后他老家呢,是宜兰很有钱的人家 然后他就开始邪火 他刚开始我邪火,他也跟着邪火 邪火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讲 我现在放下了 本来四大毕业都要教书嘛,对不对 他就去赔工会,就不教书了 然后他家也有钱 然后他就想放下 所以他就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就捐给一个寺庙 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讲 你这样的修行好像是不对喔 因为放下不应该是这样的含义喔 好啦,结果他就跟我讲说 你看,我就是这么勇敢 而且呢,就是真的邪火 好啦,那他 因为放下了,然后就到寺庙去 那你到寺庙去,你又不是出家人,对不对 那他到寺庙去的时候 又要指挥这些出家人 因为我那时候民国大概六十几年 他那时候财产兼了两亿多 然后呢,他就会告诉这个寺庙的住持 你这里应该怎么盖 那你应该要怎么盖 那个应该要怎么盖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好像 他的 他的钱嘛,对不对 好啦 那各位想想看 不再其位 不抹其事 对不对 好,结果他隔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跟 这一个住持师傅啊 两个就常常有很多的意见 那有了很多的意见以后呢 他就 有一天啊,他就跟我讲 他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哎呀,是你不对啊 对不对 你愿意放下,你就应该要全部放下 你怎么放一半啊 这个钱 放到那个什么寺庙 这是好事啊 那你既然放进去了以后 你就应该要放下 你就是只是做一个清重 清 清就是清清楚楚的清 你就做一个清重就好了 你干嘛还要去管这个 你他说 你很厉害 这也要去管 那我去管 管他呢 人家就 越来越跟他 就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后来他 就离开了 那他离开了以后 因为他想说 我是佛門的那個什麼大復華,對不對? 好啦,那到第二個寺廟去的時候,你想想看 有沒有七億啊?有沒有兩億啊? 沒有,所以他又跑到另外一個寺廟去 結果這個寺廟當然就不理他了 然後到第三個寺廟的時候,人家就不甩他了 後來有一天他就連那個什麼在他有一次到一個寺廟的法會裡邊去 然後一聽到我的朋友提起我,然後他就馬上罵我 他說啊,像他又沒有像他拿了那麼多的錢到寺廟去 結果他是什麼都不是,結果我好像還常常在上課 結果他心裡面就很不滿,然後就在那裡罵來罵去 你想想看,這樣叫做放下嘛 所以各位一定要記住,什麼叫做放下? 其實我們的內心 我們每個人,佛法不離世間法 佛陀他要我們的 是我們能夠在你自己現在的崗位上 如果你現在是學校的老師 那麼你能夠在教書的過程 教授應教,應該教的你就把它教 那教完了以後,學生對你的印象 或者對你的評語,或者學生給你的feedback 你很清楚的知道說,那個都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做就是該做 但是做完了就好 所以什麼這才叫做放下 我們用現在的名詞 我比較喜歡這個名詞 既不期待,就不必受什麼傷害 所以各位先生看,你們有沒有既期待又傷害 等一下來這裡上課的時候 你看我今天花了很多的時間來這裡上課 那上完了課以後,你們要不要讚嘆我啊 我告訴你,你如果再期待人家讚嘆你的話 人家等一下下了課以後 人家早就已經忘記你了 結果你就想 我今天怎麼好像沒有功勞 對不對 你想想看,我們當老師 常常會 有很多的期待 希望人家欣賞我 學生尊敬我 然後家長尊敬我 然後各方面都尊敬我 其實我們當老師 不一定要有這些信 你應該是 我們該教的,我們就是盡量教 然後教完了以後 你自己要常常檢驗自己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你的生命裡面 修行是什麼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不斷的自我挑戰 然後你自我挑戰了以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專注的點 自信一觸 自信 自於你自己所自我挑戰的這件事就好 其他的什麼都不要管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你表現得好 人家自然會讚嘆 對不對 那如果人家批判你 你更應該要檢討你自己 而不是說 啊我做到 那個老闆 人家陷得怎麼樣 老闆 對不對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就是期待 有期待就有傷害 所以什麼是方向 做了就做了 不要再期待 如果你有所期待 那你就很麻煩 你那個煩惱就會加倍 如果說你呢 做了就做了 做了以後 管他去對不對 本來凡所有相見是希望 我應該要努力的是在 我那個當下 我有沒有用心 有沒有盡心盡力的去做 好 那我們現在 要回過頭來看看 假定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心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我想 我的那個講義裡邊啊 各位可以看得到 接著要介紹的是 從華元經 來看 煩惱及菩提 那個極就是 你有怎麼樣的煩惱 你就會有怎麼樣的這個心胸 我們一個人有煩惱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你有煩惱你就是會有挫折 你的挫折會帶給你煩惱 可是這些所有的挫折其實都是在幫助我們 我曾經跟各位提過 洛克菲勒 美國一個很了不起的金融家 他的企業現在在美國還是蠻知名的 是一個蠻有名的一個企業集團 是一個洛克菲勒呢 他寫了信給他的兒子 他跟他的兒子說 當你跌倒的時候 你有沒有在跌倒的地方 找到寶 各位 如果你要自我挑戰 你哪可能知一句話 你要常常把他提醒 你有沒有在你跌倒的地方 找到寶 各位想想看 我們的一生不可能永遠是順境 但是呢 當我們在順境的時候 你有沒有掌揚你的慢心 這個我們要檢討 但是呢 我們的逆境來的時候呢 那才是我們最重要學習的關鍵 因為順境 大概你就是 就是按照這樣繼續做就好 但是當你遇到了逆境 你能夠在那個逆境裡邊去檢驗 到底為什麼我今天 會遇到這些現象 那這個就是我們 必須要自我挑戰的地方 好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那個 有一個 發明 在我們國內那個 在世界那個什麼 智慧型手機 以前有一個 年紀很輕 然後就死掉了 那個人叫做什麼 那個人叫做什麼 誰 不是國內 美國 叫什麼名字 都知道了 他呢 他呢 跟他的太太 每一天要出門的時候 就跟他的兒子講了一句話 他跟他的兒子說 爸爸跟媽媽 現在要出去自我挑戰 所以他的一輩子 天天都是在自我挑戰 他的孩子的印象 他的父親 每一次給他的概念 就是自我挑戰 當我看到了這個新聞以後 我從那一天開始 我每一天 我要出門的時候 因為我兒子 我媳婦 他們也是在學校當老師 所以有時候孫子 就會到我那一邊去 阿嬤就要照顧 阿公 我每一次 我孫子 大的今年五歲 小的今年三歲 他們就會問我 阿公阿公 你要到哪裡去 我說阿公 要去自我挑戰 我就常常這樣跟他講 每天我也是 學習那個 這位 那個很了不起的 一個 我們可以說 引導我們這個社會 進入一個 智慧型的社會的 這一個關鍵人物 我就這樣 也把這句話跟他講 那有一天 他媽媽回來了 我兒子跟他的太太回來 要把小孩子借回去 那我這個女兒 我這個孫女 才三歲 然後他就自己穿那個鞋子 他的媽媽就跟他說 你不會穿阿 媽媽幫你穿阿 結果我那個孫女就跟他回答 不行 我要自我挑戰 我要自己穿 結果啦 為了把他 他自己把那個鞋子穿好 花了很很長的時間 但是呢 我就跟我兒子跟我媳婦講 你就是讓他自己穿 各位 三歲的小孩子 我什麼話都沒有跟他講 我只是跟他講 我是要出去自我挑戰 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這一個概念 其實任何概念都是來自於你的意念 當你有怎麼樣的意念 你的言語 你的造作 自然就有那個氣氛 就有那個氣場 那也因為是這樣的一個氣氛氣場 你想想看 我的孫女他就這樣 那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 剛剛我常常大家 我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 你有沒有常常訓練你的學生 或者常常訓練你的子女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不斷的讓你的子女 不斷的用更好的方法 來處理你現在的問題 那麼你能夠這樣做 那個煩惱他就會去沉澱 所以煩惱的沉澱 他是怎麼樣做的呢 他並不是說 像水靜止不動 然後他會沉澱 我們心 你必須要有一個讓你專注 然後有一股力量 讓你不斷的自我挑戰 然後呢過去的事情 因為剛剛我說了 一開始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就為什麼一再的談 陰眼 然後等無間眼 手遠遠 還有真上眼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邊 你一定要有一個 現在讓你自心一觸的地方 那麼當你的心是自心在一觸的時候 你前面的這些陰眼 手遠遠等無間眼 他的力量就會慢慢的消失 然後他才會去沉澱 所以我們的心 無論如何要慢慢的去信念 那你如何信念呢 我個人非常愉快的就是說 我因為年輕的時候 我就開始學華元經 那麼華元經 他把我們內心的潛能 就是在第一瓶 四足妙元瓶 他就把它奴列出來 我們的內心呢 大概有一百四十幾種潛能 然後我們學校的教育 我們說 我們在開發學生的潛能 教育的目的 是在開發學生的潛能 但是我們的學生潛能在哪裡呢 我們自己都不曉得 對不對 其實 我們內心的潛能 他事實上是 在華元經 他就幫我們累積了一百四十幾個 好 也就是說 首先 假定你要 讓你的內心 所有的煩惱可以沉澱 那麼第一個 你要學習 身眾神 所以華元經 你的內心潛能 第一個就是身眾神 什麼叫做身眾神 也就是說我們 要做任何事 或者是我們要修行 或者我們要得到 離苦得樂 要轉迷成物 首先 你就要先懂得 照顧你的五印甲身 好這個概念 可能各位會覺得說 奇怪 我們修行人 通常是不在乎自己的色身 為什麼 教授你特別這樣講 其實我講這些都是根據華元經 因為華元經它告訴我們 假定我們的身 你不先照顧好 那麼你就不可能 談修行 各位想想看 假定你如果在打拼 一天 剛才在嗨 你跟華大堂快樂 啊 我要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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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我現在呢,前一陣子那個什麼,那個年紀大了以後,通常都會退化 關節,然後會退化,退化關節,然後再去檢查,醫生說 因為,人啊,吃肉的膝蓋都會翻腳啊,就是那個什麼,小腿,大腿的那個肌肉,它就會 會越來越萎縮,所以就很容易肌腱發炎,所以那時候肌腱發炎,還在退化性關節炎的時候 我要走路的時候,我要走路的時候,我也要走路,為什麼,已經痛了,根本就沒辦法走路了 所以我現在就發現說,嗯,那個,真的,最好的方法,還是要按照那個《法源經》的這個教寫 《法源經》告訴我們,你的身跟你的心,它是一個整體 就好像,你的手心跟手臂,如果手臂壞了,你的手臂好好的,不好 如果你的手臂壞了,你的手心也起不了作用 所以呢,各位,我們這次在教學 你如果是要把書教好,你一定要先培養你身體的健康 這個是,我自己呢,從年輕一直到老,我自己發現 為什麼《法源經》,第一個,我們的潛能來對,它就特別重視深重神 還有《法源經》裏邊,第二尊,它就介紹那個足形神,什麼叫做足形神 也就是告訴我們,我們內心呢,有一種力量 這一種力量就是,我可以實實在在,腳踏實地的去做 好,那你很多事情,你有沒有腳踏實地的去做 各位想想看,你的一輩子,我們知道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 有很多事情是不應該做,但是這些可以做的,你真的做了沒有 真的做了沒有 我自己在上課,我年輕的時候,我讀大寫 那我讀大寫是讀畫文,那時候有一個修女 她是從那個畫國來的,她教我們那個畫,畫語繪畫 結果,我們跟她在聊天的時候,老師啊,你是住哪裡 她說,我出生是在畫國,但是我成長,是住在希臘有一個天空修道院 我問她什麼叫做,天空修道院 她說,我們那個修道院,是蓋在一個石頭山上 然後在那個石頭山上,蓋了一個很漂亮的那個修行 我小的時候,是在裡邊啊,跟著這樣長大 所以她在修道院裡邊,幾乎都是沒有辦法那個 就是沒有跟外面的人接觸 因此,她的語言竟然能夠講十幾種 她在教我們畫國語文的時候呢,她就跟我們說 我有一天,我可以用台語來跟你講話 希望你們有一天也可以用話語來跟我用話語對話 這麼流利,這樣你就成功了 那這一個老師呢,我因為尊敬她 所以我當時就發現說,好,有一天我就是要到天空修道院 天空修道院那個要爬石頭 因為以前她在跟我們介紹的時候,他們要出門的時候是 釣一個繩子,然後繩子這樣一直的釣,超300公頃 從那個石頭上這樣掉下來,他們以前都是這樣掉 現在呢,已經有路可以上去 好,那我,你想想看 我在讀書的時候,她教我的時候,我二十幾歲 可是我到今年七十三歲 我一直記得我想要去看這個地方 所以你想想看,練之在之 但是呢,我今年終於完成 而且我今年為什麼會完成 而且我今年為什麼會完成 因為我看到我的腳,膝蓋退化 我這個時候不趕快去爬 那麼以後就沒有機會了,對不對 所以各位啊,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當你想要追求的東西,你都可以付諸實現 那你付諸實現的這個力量,就叫做足行神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大家都有那個足行神 足就是那個腳骨的足,足爽有沒有 有一個廣告叫足爽,那個足 行就是行走的行,足行神 好,那我們有了這些概念之後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 那現在呢,為什麼所有的這些煩惱 我不會說被這些煩惱困住 而且我能夠把這些煩惱 就像水的雜質一樣,讓它去沉澱呢 我靠的方法,第一個我想跟各位介紹一個叫做 那個,我們主三神 華元經有一尊,也就是我們四足廟原品裡邊 有一個叫做主三神 那什麼叫做主三神? 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 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在至高點上 也就是我們從小,我們就喜歡至高點 你想想想看 以前的人,一個朋友要來見我 那我就常常會在我的那個 因為最近都有Line嘛,對不對 有一個朋友說,他什麼時候要來看我 那我就跟他寫了一個 引頸去判 你們有沒有讀過這個成語 好,就是黑號在想 我們那個什麼井子,拉得高高的 然後那個什麼,那個腳尖也墊得高高的 對不對 好,那個我用那個名詞 我那個朋友啊,他來的時候他跟我講 他說,我跟很多朋友來往 我說我要去拜訪他 通常只是跟我講歡迎 結果你竟然會用一個引頸去判 讓我很感動 他說,本來我只有買一盒水果 因為看到你那個Line是寫 引頸去判 所以我就買兩盒 來表達我對你的恭敬心 好,你想想看 很好玩,對不對 那個引頸去判 其實就是我們的內心 就有一種在高處 各位想想看 很多事情 假定我們不能夠站在高處 那麼我們就永遠對事情看不開 事情看不穿 我印象很深 我曾經有一度時間 離開教育界 然後呢 那時候在政府機關 擔任那個社會工作 那我那個社會工作裡邊 我辦公室 當時 大概有 將近三十位社工人員 那這些社工人員 我跟著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發現 怎麼我們這些社工人員 每一個人都不想結婚呢 那為什麼他們會不敢結婚 你們知道我們很多社工人員 都是專門在輔導這些什麼 精神病患 或者是家庭暴力 或者在輔導這些什麼 單親的 因為他們常常跟他們接觸 所以他們看到 人生的那個 痛苦的那一面 結果呢 讓他們想要結婚這個勇氣 都會多多少少打折 好 那我為什麼會告訴他們 你們那個看法是錯 為什麼 因為我跟他們比起來 我比他們站在更高處 對不對 那我會很清楚的看到 這只是一個部分 只是一個角落 那他們呢 因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 都是在這個角落 所以啊 他的那個高處 他就沒有我的那個高處 所以我就跟他們講 你們呢 工作的確是很辛苦 彼此之間也必須要互相扶持 但是呢 你們更應該要出去看其他的工作 人生有很多快樂的 各位想想看 在你的人生之中 我們知道 生活的本質是苦 但是你每天過的日子 不是苦 你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每天過的日子 是快樂 為什麼 因為 你想想看 我們常常講 求不得苦 硬真會苦 對不對 但是你想想看 要是 如果說 你想要追求的 全部都存在 那你不是更苦嗎 在人的一生之中 很多你覺得很困難的 或者讓你很煩的 其實 根本就不值得一煩 好 我年輕的時候 我曾經也 講過 我第一個初戀的情人 讓我為他寫了一千多封 情書 而且那時候還 曾經 把裡邊的那個詩啊 詞啊 還發表在那個報紙上 這是我親之一道德 然後 那我再跟各位再講 後來 他呢 結了婚以後 他結婚的時候 沒有通知我 等到我知道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 因為我的同學跟我講 我那時候很難過啊 結果我同學就講了一句話 你示範生 人不怎麼嫁你 人也嫁 也嫁大學生 有沒有 以前我們那個年紀啊 我們以前讀示範很苦耶 沒有像你們今天那麼好 我們以前讀示範 人家瞧不起耶 好了 結果他又加了一句尾巴 他說 如果說 你啊 想要提到他 應該要讀到研究所 好 結果我那時候很痛苦 我就一直的 很辛苦的繼續念書 所以我會讀大學 還要感謝這一個女朋友 因為他的刺激讓我繼續念書 然後我念了大學以後 結果有一天呢 人家跟我講說 他的那個男朋友到美國去讀壽司 怎麼辦 我就只好 拼死拼火 就只好去讀壽司啊 對不對 好啦 後來有一天呢 人家跟我講說 他們家很有錢啊 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好 那沒關係 他家很有錢 那也很好啊 我就趕快那再繼續的 我在工作裡面就很認真啊 然後呢 不斷的進修 有一年 剛好啊 剛好啊 我跑到 有一個地方去做專題演講 結果專題演講完了以後啊 有一個歐巴桑就跑過來 楊詠慶 楊詠慶 那我就 因為我們有時候常常在外面上課啊 人家在打招呼我們都會很有禮貌 我說 好久沒看到妳了 妳還記得我 真好 對不對 那我 跟他聊了半天以後啊 我想說 聊了 他怎麼好像對我那麼熟呢 聊了半天 我就只好 很有禮貌的跟他講 對不起啊 等一下 因為我還要去吃飯 妳是不是把妳的 名字跟電話留下來 結果他第一個字在寫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字怎麼那麼熟 當他寫第二個字的時候 完了 會不會是這個人 結果當他寫第三個字的時候 我就心裡面就想說 我古早喔 你一千多封情書白寫了 好 當然啦 其實 這個是有一點開玩笑 啊但是呢 你想想看 當我們年紀有了個高點的時候 你在揮手看以前 你想想看 到底 哪一樣才是你 假定當年 他是真的對我很好 那麼可能我一輩子就是跟著他 然後呢 在一個學校教書 教完了以後呢 也許就很愉快的過了一個退休的生活啊 對不對 可是 因為當年 他這樣 他這樣 把我一甩 結果讓我呢 你想想看 他的一甩把我甩出了 變成 從蠢才變成人才啊 對不對 所以 大家想想看 在生命的過程裡面 如果你要是沒有高度 你就永遠看不開 你看 最近 去年台灣有一個看見台灣這樣的一個影片 結果讓我們看到台灣的美 也看到了我們台灣現在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所以 假定 我們生命 如果不能夠立一個高處 我們就不容易 把我們的煩惱去把它沉澱出來 你能夠去沉澱 那就是因為你站在高處 好 那當你站在高處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住 我們 在內心裡邊 還有一尊 叫做主風神 什麼叫做主風神 風就是 那個 那個一般吹的風 那為什麼想要跟各位介紹這一尊主風神 各位想想看 這一個牆壁 我們這個風吹不過去 對不對 好 好 那你如果吹不過去 你硬要吹 那麼除非把它破壞 那你一破壞它 你想想看 你要花多少的時間 那我們主風神呢 最重要就是在告訴我 風呢 不一定要直直的吹 我們的風可以轉彎 對不對 你想想看 這個 這個 台風到了 那個什麼 台東那個地方 因為有高山 啊 結果它可能就往上爬 那 穿過了這個高山 它在降落 那麼呢 就會有很多的隔絕 所以風呢 它最重要的是強調 一種動性 也就是說 我們人呢 在第七意識 剛剛跟各位分享 我們的我見 是很 蠻嚴重的 無始劫來 常常強調 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可是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其實我們可以跟風一樣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你這個風 你可以像微風 對不對 也可以像聚風 那你如果像聚風的話 你想想看 只是傷人 也傷自己 如果我們像微風 或者像春風 你想想看 我們可以給眾生很多的溫暖 所以事實上 很多事情呢 在修行來說 各位讀信經都讀過 對不對 觀自在 為什麼會自在 因為你行生 薄雷 菠蘿蜜都死 這時候 照見五印皆空 也就是五印這些色受想行事 的順受逆受 因為你清楚了 你知道它是一個空性 是可以這樣 也可以那樣 所以呢 它就不再障礙你 那這時候 你的自在就會出現 那麼我們的自在 其實是來自於我們的根本智 那你的根本智 如何轉化成獲得智 也就是我們的根本智裡邊 必須要有一個中道觀 那這個中道 讓你的根本智 轉化成 符合學生所需要的 所以 學生所需要的 那我們 才是我們教學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如何去教學生呢 你必須要符合他的需要 符合他的能力 那根本智 我們 那個 嫩言經有一句話 玻璃無知 無所不知 那個玻璃無知 那個第一個玻璃 就是指的就是根本智 然後 根本智 是什麼都沒有 因為根本智就是一個大自然 那你如果能夠轉成 那個 為了教導 尤其我們要教學生 那教學生 各位一定要記住 我們在教書的過程 絕對不是按照我們想的 也不是按照我的計畫 把我的這些課程把它教完就好 而是你在教學的過程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去 掌握住學生的能力 掌握住他的需要 所以佛教常常都有一句話 大家都知道 叫做 契理契基 契理就是我們必須要把那個道理 講得嚴嚴滿滿 但是契基就是要順著眾生的根基 他的需要 那我們能夠契理契基 那你這樣的教學 他才會真的有效果 各位一定要記住 那個主風神裡邊 他有三個特質 主風神第一個特質就是說 我們那個風那個智慧 是從活法而來 也就是說 你自己本身要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精進 你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精進 你那個風才會有 所以主風神他是來自於佛法 第二個主風神是為了要讓眾生能夠轉迷成物 那個才是主風神 所以我們在教學的時候呢 也一樣 我們必須要讓我的學生呢 能夠像遇到一個春風一樣 這樣撫慰著他 那你撫慰著他的時候 我們還要一個第三個那個主風神的重點 就是要隨己 什麼叫做隨己 隨就是隨人的隨 己就是重重的一己 也就是說 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每一堂課 你要把那個重心 把那個重點 把那個根本的核心之事 你要馬上很清楚的給他 所以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每一堂課都有每一堂課的重點 大家有言在一起分享這個課程 如果各位沒有受候 那我就耽誤了各位 我就是以後 人家講第一門前 老師是第幾層 我們當老師的 我們都知道 我們很可能是跑到第十九層 為什麼 因為我們假定沒有 每一堂課都給學生一些概念 一些東西的話 那我們就真的很麻煩 所以 學生他都知道我的個性 我每一次要上課 上課前 你看任何場合 人家來接我的時候 一接我 一直到那個會場 我那個中間 我絕對不會講話 那個中間 我都會 瞇著眼睛 然後我就會想 我這一堂課的重點 目標是什麼 然後我的教材是什麼 然後這些教材 我要用什麼的教學方法 跟大家陳述 我講的那個內容 要符合各位的程度 然後我要說的 要各位有興趣的 對不對 你馬上就要趕快調整 所以呢也因為不斷的這樣 所以這一個期間 我絕對不會說 去跟很多人聊天 我記得我以前 在當讀學的時候 我常常會發現 很多老師啊 一進教室 各位小朋友 我們上一堂課 講到哪裡 假定你如果是這樣 你上一堂課 教到哪裡 你自己都不曉得 那你這堂課要教什麼 你這堂課的目標是什麼 你這堂課 經過你的教學以後 學生的知能 他的智慧 他的能力 他的行為 他的情操 有哪些改變 要是你都沒有 那你怎麼樣 是一個好的教師呢 所以大家呢 常常這樣 不斷的練習 我們今天剛好能夠 尤其能夠成為一個老師 各位一定要記住 想想看 世界上人口那麼多 世界上人口那麼多 但是你能夠成為一個老師 能夠成為人家的一個表率 能夠成為人家學習的一個模範 那是我們累事累結 這樣不斷的修行 而感的今天 不只是得了人生 還能夠成為眾生的一個榜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 那麼珍惜了以後呢 到最後我要各位看的就是主方神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看到你一生 你的人生方向是什麼 你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主方神就是說 好像以我為例 我學活以後 我一直想 我本身是學教育出身 那麼我們學教育出身的 那我們在講經典 一定要符合教育心理 也一定要符合社會學 還要符合哲學 一定要讓這個好的 這麼殊勝的一個宗教 能夠成為我們這個社會 穩定進步 引導這個社會的一股力量 那這才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一生我學活以來 我只有一件事 我用現代教育的觀點 重新來詮釋佛經 佛當年講了一千多部的經典 那麼我希望 我不可能講一千多部 但是我希望用教育的理念 最少我要講出二十部 或者三十部的經典 所以我一生只做一件事 從教育的角度 去重新來解釋這個經典 那你的方向是這麼的清楚 所以我學活 我從學活一直到現在 五十年了 但是這五十年 從來沒有背離這個方向 那我們今天大家如果說 你想要成為一個 真正在你生命裡邊 你不斷的自我挑戰 然後不斷的 因為有一個中心思想 那你呢 全部的力量 都投注在你生命裡邊 最重要的這件事情上 自心一觸 你的心 就全部放在這一個點 我告訴各位 其他的就自然 所有的煩惱 都找到你 你 所以各位想想看 你們看 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我每一次的笑 我從來不會騙各位 我高興的時候 我就笑得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就是這樣啊 為什麼 啊我不高興的時候 我的學生就會很怕 因為我不高興的時候 我一個臉就馬上很臭 那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我嘛 那我們一生裡邊 你自己的方向掌握住 然後你朝著你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們今天 能夠教出這麼多的學生 然後你一輩子都投注 在這樣的一個事情之上 你就會覺得我們生命 何其有意義 所以如果你能夠 不斷的掌握住這些 千萬不要 一天到晚三心二意 你想想看 所以 如果我們能夠真心真意 著你一生你自己的方向 那你一輩子裡邊 你想想看 我們經過有多少的煩惱 我們經過有多少的這些痛苦 那麼這些煩惱這些痛苦 其實都是我們能夠去成就別人 以後我們再分享 分享我們的經驗 然後提供給人家做參考 這樣的一個最實際的例子 所以這個就叫做煩惱及菩提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 面對你的人生 煩惱沒關係 因為有這麼多的煩惱 你就有這麼多的素材 可以去教化眾生 非常的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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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號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傳播佛法救護生命 生命電視台 就是生命的大道 通過生命電視台 會有更多的人 聽聞佛法 聊著生命的奧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 讓眾生裡哭的愛 聽說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我小时候永远都在每天晚上都在淡水河边提访看日落 结果总是会看到一些尸体 因为很多人把猪啊 狗啊 猫啊 鸡啊都丢在淡水河 所以他就身体浮脏 也包括我最十岁的时候最好的朋友 他也自杀在淡水河里面 一条淡水河就引起我们很多的记忆 这里面有快乐跟有悲伤 但是所有的快乐跟悲伤 念一下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了事如幻 爱心永存 虽然世间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 我们安住在空性 但是呢 永远对所有的一切产生悲心 因为有了悲心 我们才会生起想要帮助众生愿成佛的菩提心 但是因为我小时候七岁 来到台北 我是高雄出生的台北人 回到自己的老家 嫡化街的老家 姓黄的 有钱人 但是有钱后来也很没落 哇 哇